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在我們的慕人青草地當中 在這裡彼此分享、彼此鼓勵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 大家很熟悉的《陸家福音15章》 這些所說的《浪子回頭》的故事 這故事大家很熟悉 中間有個焦點的觀念問題 就是醒悟過來 這是中間的焦點 我醒悟過來 他那天醒悟過來 這個焦點的前跟後 前面是什麼呢? 父親把我贏得的給我 這是前面的事情 中間是我醒悟過來 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你 好,我們就以這三句話來說 首先 父親把我贏得的給我 這是一個自信心 也是一個很狂傲的一個態度 也認為這是應該有的 有時候我們跟神的禱告也是這樣 神幫助我 我希望能夠這樣 我希望能夠怎樣 但聖經告訴我們說 父親就因著這樣子 就給祂所要的 有時候我們一直跟神說 我要什麼?我要什麼? 那神也動了慈心 也會真的幫助我們 但是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所做的 就很多時候 是我們自己的驕傲 自己的成就感 直到我們慢慢的 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 撕落了所有的自我 變成卑微 變成羞辱 那時候我們才知道 我錯了 但是那時候有一個重點 一個是自甘墮落 一個是我醒悟過來 當我醒悟過來的時候 我說的是 我還記得我父親 那裡有多少的故宮 口糧有餘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 其實我們糾讀很多時候 走到羞辱的地步的時候 他們會願意悔改 他知道自己有問題 會記得以前 跟神關係很好的時候 是多麼的豐富 這時候醒悟過來 他所做的動作就是 我要起來 我要回去 然後下面那個動作 記得喔 醒悟過來是中間點 以前是我應得的 現在所說的是 我得罪的天 我得罪的父母 那時候他回去的時候 是所有人裡面最落魄 最不可愛的時候 最悲劍的時候 但是聲音說 父親看到他 就動了慈心 擁抱他 重新接納他 弟兄姐妹 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 天天都會禱告 我們是不是很多禱告都圍繞著 主啊給我給我 但是沒有一個禱告 非常少的禱告 非常少禱告是 主啊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天 如果我們能夠有這個醒悟過來 我相信 那時候我們的真誠 就會成為新生命的開始 而且聖靈常常在感動我們 是我們在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願意接受 但是有個方法 不得不接受 就是拳倒 潦倒 失敗 羞辱 那是一個機會 醒悟過來的另外一個機會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但是更可悲的是 有些人潦倒到羞辱到一個地步 靈魂了 還是不願意 還是不願意回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神告訴我們說 就算你這樣 你願意回頭的時候 天父還是接納我 成為一個新生命的一個開始 我們盼望今天跟大家來分享這一句話 我醒悟過了 這就是詩篇二三篇所說的 它使我的靈魂甦醒 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走一條異路 是神所喜悅 盼望這個故事 成為我們這個禮拜 再次彼此的勉勵 在教會裡面 在這條道路裡面 都是我們最喜樂的 重新出發 接下來我們要聽一首詩歌 我心唯一所愛慕的神 在我生命裡面 是寫的寶貴 也是我的唯一 我們來聽我們教會三個女傳道 跟我們來分享這一首詩歌 很可愛 但是我相信 聽了一定生命裡面 有很多的安慰跟感動 我們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這一首歌 我先想尋找你 我欣慰你望主 我欣慰你爱慕 我想你唱首爱的歌 你是我心所求 我全心寻求你望主 我欣慰你爱慕 唯有你照亮 我累一天 单单声呼 寻求你面 唯有你是我 最好朋友 我欣慰你失敌等一半 我欣慰你唱首爱的歌 你是我心所求 我真心尋求你我主 我心唯一爱慕 唯有你照亮 照亮我每一天 但单身不需求你一面 唯有你是我最好朋友 我真爱你主到永远 我向你唱首爱的歌 你是我心所求 我真心尋求你我主 我心唯一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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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的荣耀 常常去想起跟神同在的那些日子 同行的日子 是多么的愉快 好让我们赶快回家 归向神的荣耀 也许我们的认错 也许我们的悔感 是自己的破碎 但是一生之久 将会是与神同喜的喜乐 跟永恒 这是我们的感恩 原来我们生命 是这么有旁观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 营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